這裏再講一次明天的時間 3點鐘特首就開始在立法會裏進行答問大會 我們就在這個場外 當然就是他在進場之前 我們就當然要招呼他 先講一下 我有一些暫時的安排所說給大家知道 曾蔭權大約2點多鐘就會入場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舉動 我們大約1點半鐘就在這裏集合 可以嗎 可以 吃得切飯嗎 吃不切飯不要吃 1點半鐘 接著我們會圍著立法會不斷遊行 厲害嗎 王先生 我停在這裏等你行不行 我站在這裏幫你打氣好不好 對 這個第一招就是圍著 我怕我們不教人圍著圍著走 就好像圍著那樣吧 是啊 這個是CEO初步的想法 如果我們只是今天的人數 或者昨天的人數 我們就圍著走 巡遊給聲勢看 給他以為我們圍著他 但是我最希望見到的是 明天大家在這裏 走不了香港 好 好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步 曾蔭權好像昨天看不到我們放置飛機 是不是 我們明天再放一次好不好 好 如果大家自備了紙張 就明天帶來 寫定對曾蔭權說些什麼說話 都是下台那些的 沒什麼幾句的 要是食屎 那 就在曾蔭權面前 我們再放一次紙飛機好不好 好 不過記住向天放 不要向他放 向他放 他告你襲擊他 飛機 飛機自由地飛 我怎麼知道他飛去哪裡 跟銀衣一樣會隨時改變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他流向哪裡 你作為一個特首 你就要隨時去捕捉銀衣的心理準備 你一手捕捉著你的紙飛機 可能是你捕捉銀衣 捕捉銀衣 那就很精彩了 一邊給他們紙飛 哈哈哈哈 好了 阻他進去就不行的 我們為完他 放完飛機就讓他進去 之後就回來台前 一路看他的那些 九甲答問大會 好 答得衰我們就嚇他 好 嚇到他裡面都聽到 好 好 之後還有一樣 就現在不說 給大家知道的 因為酒樓風聲 就做不到的了 現在 我一這樣說完 警察很緊張的 那明天最重要 多人就做到了 OK不OK 好 好了 交給皇上了 就是說 CEO呼籲最後一個任務 我們最後一個行動 就是要 多人 好嗎 好 今晚去計日記 大家 一個拖十個 真的不是很難的 我相信好嗎 大家每人 找十個親朋戚友來 舊同學 舊同事 是不是 又或者如果你正在找工作的 未來公司的同事 新同事 舊同事 舊情人 那些全部搬起來 告訴他們 這裡有飯盒 外府啊 闖笑而已 沒有飯盒的 沒有飯盒的 又被 又被新聞做我們 又被傳媒做我們 因為最近很敏感 關於這個飯盒 我剛才看到 有些朋友在吃飯盒 我心想 不是吧 你又是 請來的林基 不是吧 我看清楚 看清楚 原來是記者朋友 大家知不知道在說哪一件事 有 有沒有上網看 有 小黃昏真是好 這條契弟 都被他想到 早兩天見到那個牌子已經很厲害 你老美你也有支持者 有個支持者 那些支持者 拿著 大家有沒有看這張照片 有 小黃昏自己好像有人獻花 給他拿著一張照片 不知道是否拜完的 那些 那些 後面有些人拿著一張圖 那樣 就說 支持 支持 梁美芬 那樣 舉著那些紙 有一個舉反了 你知道嗎 沒有彩排的cafen 掉轉了 掉轉了 蘇黃昏的樣子 即是叫蘇黃昏下台 那樣的意思 那些人 還要 各個拿著一張照片 遮住了樣子 一個個都遮住了 唯獨有一個沒有遮住 就是有一個藍牙裔的朋友沒有遮住 是不是藍牙裔的朋友 有一個藍牙裔的朋友沒有遮住 給大家拍出了 原來他曾經參演過這個 機動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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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什麼 是嗎 讓人家知道他是做會 被人家欣賞他的演出 特意露出來 我不是只拍電影 我扮支持也行 老闆 大家以後多多支持 還有一個僑寶寶 真的小黃昏真厲害 什麼 什麼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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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 我們民主要靠這些人 上來 上來 那些同事 上來 這麼年輕的抗爭者 當然要上台給大家看看 我們香港要靠這些人 立即 對 身而上來 大家看一下 這麼年輕的朋友 都知道 怎麼 Ō出來 有人指揮你,你沒有收錢的 你沒有收錢的,跟別人說說 不用怕,不用怕 我們不是鼠王分,你不用怕 你怎樣稱呼? 梁明志 梁明志朋友,我們給點掌聲,梁明志朋友 好 今年幾歲? 我幫你拿著 今年十一歲,是不是? 為何今天會來這裡出來? 抗爭 抗爭,你聽不聽到? 抗爭 給點掌聲,梁明志朋友 這麼小就吃抗爭 大家聽不聽到他在說什麼? 抗爭 喂 民主黨那些混蛋 走來走去想打鼓 還在遠遠距距地表達意見,表達訴求 這位小朋友很明確告訴大家 你這麼混蛋,我真的要抗爭,是嗎? 是 是 是不是你家人帶你來的? 不是 不是 是,誰帶你來的? 我自己 你自己來的? 是 是 沒有 是 這位小朋友比較少上台 他會比較緊張 但我們都給他最後的時間 你講一講 你今天來這裡 給你一句說話 你最不滿 政府或是這個現狀 你最不滿的是什麼? 說一句說話給大家聽 現在不是多 是 政府請來這幫小姑 好 這位小朋友跟我們講 他只是11歲 走出來激烈要去抗爭 沒有說激烈,激烈我家的 他走出來一定要抗爭 原因很簡單 用他最直觀的看法 最直接感受到這個社會的狀況 他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 政府請來這幫狗官 好 好的 我們今天 先給他掌聲 還有我們今天為你做一件事 你覺得政府請來這幫狗官 我們幫這位小朋友 一起叫狗官學代好不好 好 狗官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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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點掌聲 小朋友 還有這個小朋友 工作人員說 他五點鐘就來了 真的很支持 給掌聲 小朋友 好小朋友 多謝你 可以慢慢下去 那就是 小朋友 所以我們繼續打到狗官 但是 我們在打到狗官的時候 我們都不明白 要讀書 有幾個 狗 其實是善良的動物 但是 官就不是 不明白 昨晚 在這裡 大家一起放紙飛機 很多媒體 很多新聞 迫於無奈 都必須要去拍攝這個畫面 你又上鏡 他給大家 我沒有上鏡 我沒有上鏡 飛機上鏡 好嗎 很多飛機 漫天漫天 一浪接一浪 湧上來 在最初我們去搞這個活動的時候 那天 宇洋打電話來給我 他說 阿達 你想著飛機怎麼飛 飛到什麼場面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飛機是應該怎麼飛 不是打擊官公 沒有人知道 那個紙飛機 是應該出現了什麼場面 我們一起去做一個 象徵式的表達意見的訴求 然後去一起去扔那些飛機的時候 我們想著 1、2、3 去 去 就完了 然後喊完之後 正想回身 準備說說其他的時候 這些飛機又來 再等一下 是不是可以說話 這些飛機又來 不斷地來 不斷地來 飛了幾分鐘都還沒完 你知不知道 昨天 昨天那個場面是相當震撼 而且那個震撼的場面 遲了幾分鐘 同時是前後出現了兩次 厲害 鼓 brow USA 這件事最偉大和最特別的地方 大家知不知道是甚麼 這件事讓我想了很多事 令我思考了很多 關於社會的運動 關於群眾的運動 這件事最初出處 只不過是我們幾個Facebook的朋友 在這裡說 713不如找些東西畫一下宣傳語句 然後就畫一些紙飛機的圖像 畫了立法會的樣子 然後大家就互相share一下 你貼給我 我貼給你 根本就沒想著會有這個行動出現 那個根本就沒有行動 最初最初的時候 慢慢那幅圖一傳十 十傳百 在網上不斷不斷地流傳 短短是幾天之間流傳到很多很多地方 然後 今天的主辦單位 人民力量決定不如好 我們就用這件事去做號召 呼籲大家一起去做 然後 其實都沒有一個正式的號召 我們在節目上其實都不斷說幾句 無論是哪幾個節目 都沒有一個節目特別詳盡 因為下我們那天 是一點點點點的 是沒有說過這些事情 但是在網絡不斷地流傳 不斷地報導的時候 開始報章又有報導 大家都知道今天會有這個活動出現 然後就是一個這樣的期望 一個這樣的奇願 凝聚了大家的人 至於當時 昨天出現的物資 大家手上都拿了很多 可以寫上訴求 或者印了訴求的一些紙張 有虛線 給大家接做紙飛機 昨天大家都接過這些紙 周圍派發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網友自備的 你知道嗎 有很多網友都是一千張幾百張 真是 自備 寫過來的 是整件事 是大家 你推我我推你 自發勝地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網上 CAP的圖下來 下載圖 然後利用公司的資源去印出來 當然那些公司是選過來的 大部分都是中資機構 然後昨天就出現了這個情況 那件事 是大家沒有談過 沒有開過會 沒有籌備過 慢慢自然自然滾動 最後變成了昨天晚上的情況 亦都成為了昨晚那個行動 令到很多傳媒都曝光了的一個原因 亦都是我們正在來 明天 下午打算招呼曾蔭權的一個象徵的行動 這個行動可以自然而生 我覺得是體驗了 或者令到我體會了就是說 群眾運動這件事 群眾運動 就是由群眾自己搞出來的 是嗎